阿姨好好看 好看 田田是一個又甜又美又灑 很開心的一個角色 田田身上的那個灑脫那個勁 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可能沒有它那麼瀟灑 但是我們身上的那種 對生活充滿熱情的那個勁是一樣的 田田你新工業想吃點啥 對於很多事情她不執著也不滯扭 她很快就會轉另外一個思路去解決問題 或者去想辦法 她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一個人 站住 我問你 你怎麼會在這 我現在怎麼辦 我沒錢我要工作 我跟何佳如之間的這份情誼 是我自己本人非常非常喜歡的 兩個人之間的那種彼此成全和互相成就 然後看到你有困難 我是必須第一個先出來幫忙的 天啊 我都知道你靠不行了 行了行了行了 沒事沒事 回頭等我跟田東辦完離婚手續之後 讓樂樂和佑諾一趟 上國際學校 她對佑諾都是放養式 佑諾 你的平板到了 她好像有點不著料啊自己 但是她對孩子的教育是很有先見之明的 再拿一口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子 我很快就能摸著孩子的脈 就是很快就能跟他們打成一片 真香 真香 要是跟孩子玩的話 我就是跟孩子玩 這麼久都見還裂穿這樣也 我身上有刺啊 其實就整個戲裡面最戲劇化的部分 就在田田和田東身上了 我告訴你 我跟佑諾是打死都不可能 回到那鳥不拉屎的地方去 中間也是分手離婚什麼的 鬧了很久 現在擺在你面前就兩條路 要么回來 要么離婚 說要離婚又不離婚 你要願意呢 我們就一塊下山 咱一家人好好過日子 弄得田田也很煩躁了 我一分錢都不要 我就帶著佑諾 就這麼母子倆在外邊飄著 越慘越好 我覺得這兩股子就是 生活給了他們一些磨難吧 然後讓他們承受了一些打擊 讓他們有一些祈福 這一切都是你在幕後搞錯過的 是吧 是 是我找的他 跟你爸要離婚了 你 我能不能離婚嗎 我能不能離婚嗎 作為都市劇來講 我覺得是一部分 非常值得大家去留意和關注的一個作品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啦